中文字幕 李宗盛 嗨 戴提斯的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林凡 那在青春家典戏里面 哪一条您印象比较深刻 就是那个凡凡上线的时候 第一期我做了一只狗 第二期我做了一个就是那种 爱巴国的记者 小弟 知道吗 直到这一期 我做了上线还是法力是第一的 虽然没人相信我 但我还是做得很快乐 这就让我印象最深刻 翻身了 对 终于给我一个这样子的路线 太棒了 太棒了 我觉得你会演很好 从刚才她的表现中看出来 对 你很好 是的 戏很好 那你参加新年之后 有些东西是什么 就是对你来说 第一点最深刻的画面是什么 画面 其实印象都还挺蛮够的 因为我就是喜欢和她们待在一起 和她们一起玩 一起训练 一起难过一起开心 这就是最美好的一种情节 这就是我最喜欢这个节目的一点 所以一直都很想去参加 就是大家都住在一起 对 感觉 对 我随时都很想去说 我好想回高中再去上学 很多很多人特别喜欢这个感觉 那你在总员赛主持的时候会有负担感吗 哇 当然有啊 你看这么多金主发到 这么多大老板的名字 你敢念错吗 你敢吗 我不敢 我也不敢 真的是太紧张了 而且我彩排的时候 就是一次都没有念对 我还把有的老板的名字就是什么先生 就读成 但现成呢 对 就才来的时候 结果都是一二段时候就 完了 只要是现成的时候我该怎么办 那你想过以后设足 主持戒吗 我吗 什么戒我都想涉足 什么戒在你 你世界这么大 什么我都想去做做 那你在韩国的训练生活是怎么样的呢 在韩国生活就很枯燥 别人就是宿舍 练习室 但是呢 就配置不一样 这机米的配置就是比较好的 对 对 就是有好人 有洗洗室 有好的头衣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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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们住在地下室 然后 就是住在地下室 一开始 然后 我们几个人 几个房间 然后就睡在 我睡在哪 这儿 这儿一个 这儿一个 然后我睡在这个角落 对 真的啊 感觉很坚固 就是睡在一个板子上 然后 也没有被子 就刚去了 就刚去那几天没有被子 对 对 因为在韩国买被子很贵 不知道吧 不知道 韩国的西瓜也很贵 就吃个西瓜都是有钱人吃的 知道吗 吃个西瓜要几百块 而且我们的那个练习室也是 就是不确定 一开始我们是借的别的公司的练习室 结果 结果 结果人家后来说 哎你们用不了了什么怎么怎么怎么 反正肯定是找借口 就这样 对 我们后来就去租练习室 就经常了 我们建设房里面有镜子的地方 给我们做一个空间 就一样练习 一样过来的 那真的是非常的辛苦和健康 反正现在一定要努力工作 因为自己不想再那样了 太痛苦了 这就是生活环境上还是差别很大 但是其实环境也还好 就是苦一点嘛 只要你苦了就是熬过来了以后就什么都不怕了 是 所以那也是经过了韩国的这段训练 会不会让你觉得说这次在舞台上表演唱歌跟跳舞就会相对了 对 就是 是的 其实在韩国就是太多经验了 就都是熬过来的 就是来到这个情况之后就会没有那么煎熬 就一切就感觉说都是可以的 对 就一切我都可以去做 就是这么多我都忍了 这么多年我都这么过来了 我凭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去放弃 我救步 就是这个 忘记什么 倔强小大人 倔强的救步 怎么样 就越错越了 干一个 干一个 你现在称号真的很多 头上有好几个了 那今年二除了你表演的几个公演舞台外 哪一个舞台是你本来想尝试但是可能没有尝试到 其实我好多喜欢的 我喜欢那个非日常狂欢 想不到吧 你为什么会喜欢 啊我就觉得很很女团手歌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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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可能是觉得 你比较中性 所以觉得你可能不喜欢 对就是这样子 就是你永远想不到我是在想什么 我就喜欢非日常狂欢 然后也喜欢 哎 就都喜欢 就是 因为没有喜欢悄悄是因为我有点甜已经诚实够了 所以 喜欢非日常狂欢那种 就是 哎 好期待啊 突然 就很那种 就是我 心里面太多歌我了 就不知道哪一天会是什么样的我 而且我经常会因为前一天的我而后悔 就是哎 我为什么要这样子 就像当时 哎 当时那个练习是我选的妈妈一样 叫妈妈那首歌 嗯 就当时其实刚结束完那个二公超级累 嗯 而且自己也很久没有跳那种高强度的舞了 然后我还去选了一个高强度 最高强度的舞 然后就是第二天之后我在想 我怎么了 为什么要叫最自私欲 再去想一遍 就不断都是在不断的挑战自己 对 就一直挑战自己 我们真的是不能给你下一个 真的 就你们永远想不到我会是 我会怎么要 就是真的 我们尝尝这个吧 这个是粽子鸡 哦 这个是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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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不是 诺米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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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上手 哎 你有没有吃过 就是我们四川的 就是有点像那个 完了 我只有四川后 通自野包包 再说 通自野包包 你知道 包包 是什么意思吗 包包 语言 小课程 课程 大黄 你看到了吗 大黄 诺米鸡 我吃大黄 要不要唱一下 我不唱 我正不好 不能让它一直想起伤心的事情 但是 现在一看到就会想起它 我的天哪 那你在青年二团体生活中 你觉得有什么不方便的地方吗 不方便的 没有 或者很开心 每天都很快乐 有什么替事吗 替事 有一些什么就是萤幕之外 我们没有看到的好玩的事情 我们当时就是在疫情期间的时候 有请舞蹈老师 来给我们上课 所有人就围住坐一起 然后就开始团体 团体跳舞 就一个组一个组一个组 冰心手里 叫拉钩 就是一队一队一队 站起来长度的那种感觉 是不是有点像那个 不是 不是吗 因为那个是有比较的 你知道吗 我们当时就是怎么呢 就是一群就是 就是跳就好了 就喜欢嘛 就是 对 对 就像我们没有排名 也没有公演 也没有 也没有 比如说也没有别人看我们 就只有身边的朋友们 就是同学们 然后一起就很快乐地表演 也没有考虑这么多东西 就真正的就是在 玩 那就还很好 对 这个完全没有放出来 对 就是完全的就是 就是 就是属于你们自己的时刻 我当时还 我当时还表演了那个 他们说我是 抑郁王子 不是抑郁的抑郁 是抑郁风情的抑郁 对 那你现在有觉得自己 就是火了吗 算是火了吗 没有 没有 刚从厂屋出来的时候 不是有很多人接机吗 嗯 然后我当时 就是 就是 就有点懵 说实话 嗯 我觉得 哇 怎么这么多远 第一是因为自己一起被 困在里面太久了 就是 而且这些人都戴着口罩 就有点 哎 怎么回事 陌生 就是环境很陌生 嗯 嗯 然后第二是 我就觉得怎么这么多人 从当时开始 我就觉得 有危机感 嗯 就是会不会有一天 会不会就很快 就有一天就是 没人了 会不会就是 因为这个 走势得太快 然后自己不够优秀 就没有了 当然我不是说慌慌大家 来来来来 在机场每次都 念啊 那也不是 就是得 不以致行 但是呢 我就是想通过这个 就是 反映自己的内心 就是没有感觉自己 就是什么 哦 而活了 什么 就是更多的就是 应该要 就是把自己 业务能力更提高 然后去做更多 就是能感动别人的事 或者是说 能给别人带来更多力量的事 人家才有支持你下去的理由 嗯 不然你就真的 吃糟了 不行 我不能再无要求 嘿嘿 嘿嘿 我说话太真了 太灵了 嘿嘿嘿 嘿嘿 马上要大火 对 要大火 就是你很聚安思危嘛 虽然现在有一点点成绩 但是你不会说 沾沾自起 而是去想说 让自己更加进步一点 这样 反正就是想做得更好 就这些远远是不够的 嗯 已经可以了 可以 再给你 我们下一个环节就是 要边画画然后边做吧 嗯 你也可以边画画边吃边做吧 也是可以的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吧 准备好了吧 好 开始 开始 左边火锅店 右边烧烤店 选左边还是右边 火锅店 出门必带的三样东西 啊 手机 就手机就够了 最满意自己五官的哪一个部分 眉毛 洗澡的时候有唱歌的习惯吗 没有吧 开心的时候会来两首 哪一首 啊 最近吗 对 这是情人 啊你们又知道了 真是的 用哪三个词语来形容自己的平时的穿搭风格 我吗 清爽 干净 嗯 嗯 校园 有吗 什么样的时尚元素你看了一定会买 嗯 帅气美丽 都会 这好含糊 不好意思 用哪一首歌来形容自己的贴切 我吗 24个比例 空前的时间会做什么 空前的时间写词啊 有没有聊天聚会 嗯 对自己今天的造型做一个解析 嗯 我什么造型现在就是 活活动动平平反发 嗯 好的结束 接下来给大家看一下 好 接下来看 我说的是我眼前看到的自己 嗯 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到 这个就是 嗯 嗯 嗯 那个我们刚才一直在说的糯米糜 糯米糜 然后这个是 流沙包 然后这个是只剩了一个的下降 这个消息 非常写实 我们今天就是吃这个 这个这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 孩子 对 对 非常非常好看 感谢Darkast给我这个机会 然后我们一起吃饭 一起聊天 然后希望下一次也邀请我 然后也请大家期待一下 接下来我的作品 最近也在认认真真的好好准备 期待吧 拜拜 别撤别撤 不撤不撤不撤 不撤不撤 还lye